繼續回到我們的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權問題,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分析員王偉豪先生Rafi Rafi,你好 看回大使最新表現 恆治這一刻升695點 報19937點 成交方面已經過了500億 有542億 期指方面暫時升631點 報19923點 暫時是低水12點 成交量方面有69000多張 另外也看國企指數方面 暫時升500點 到10795點 這節回來 不如跟Rafi談談個別的板塊 特別想和你說說豪賭股這個板塊 講之前 一起看看下半周回到整個板塊的表現 銀河娛樂17.36點 升近5% 澳博15.08點 暫時升超過4% 新豪國際6.7點 升超過4% 順德方面 3.77點 升一毫 永利澳門 永利澳門23.3點 暫時升超過4% 金沙中國25.15點 升近7% 美高煤方面 12.30點 升超過4% 對 Rafi 看到整個板塊 今天來講 跟隨著大市 都顯著有個上升 不如跟你談談這個板塊 這個前景 其實都看到 下星期五 11日 恆子 會有第三季的檢討 亦都會 大家也會想到 如果會不會 有好幾隻 都會有機會掩藍 分別是金沙、永利和澳博方面 不如先問一下你的意見 先說下星期貴檢因素 染藍方面的因素 究竟剛才講的三隻 譬如金沙、永利和澳博 有沒有機會 可以叫入恆子信用股 或者踢走另外一些出來 的確來說 要入染藍 成為恆子新貴 當然有幾個因素看 一直都會說兩大因素 成交方面 和相關市值 現在這兩個角度看 的確在入圍範圍的一堆股份 這三隻都比較排在前列的位置 如果只憑這兩個角度看 即是成交、每個成交量 和相關現在的市值 絕對有機會可以掩藍成為股 但主要來說 三隻會否猜到哪一隻會比較大 或者是否真的看得這麼好 其實某程度上 今次講的這幾隻好多股 已經不是新鮮事 或是染藍的因素 其實大家記得 剛剛過去的一季、第二季 那個桂檢 曾經傳過澳波和金沙方面 有機會進入 但最後都沒有了 所以這次來說 我覺得要捐到重來以尾 這次要進入的機會 都的確比較大 因為這次其實傳得挺厲害的 另一邊商會剔除 例如獅子出來行之市場股 某程度上第三季 看到獅子做得這麼差 無論市值或者整個股價走實 都叫做跌得這麼多的時候 要剔除它之後 總要有些補償 某程度上要補償的時候 我會覺得首選的 都真是這幾隻好多股 所以相對我對下星期的貴檢來說 相對都覺得機會性比較大 但知道是不是一定 當然很多時候的事情 不是完全是只憑這兩個角度去看 某程度上我都會覺得 叫大家看到今天很多股 可能都叫成這些因素 是先炒上來 但某程度上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說炒得太久 或者不會只憑這個因素 就叫太大手去炒賣 某程度上都在怕 一出來就算是否入了人事物股 就算是的時候 都有機會借小沽貨 更加更何況來說 如果不是入不了的時候 更加的跌勢可能更加明顯一點 所以我都會覺得 暫時這刻為止 不要只憑這些因素 去做相關的炒作 聽你說都沒有特別推哪一隻 不如都看看各方面的市值 金沙市值早前都提及過 就有1927億 而永利市值大約現在為止 大約有1188億 但澳博就相對來說 就比較少 只有760多億左右 雖然它的市值最少 但它在市場上的占有率 都是比較高 如果投資者要選的話 是不是都會選擇澳博呢 如果只說這三隻也好 或者整個豪島版 說一說也好 究竟要選哪一隻 其實某程度上 自己之前都說過 要選的話 除了看剛才所說 貴檢有沒有機會染藍的因素之外 要看的一定看實質基本因素 如果只看整個行業的話 這個位置雖然不是太過悲觀 但某程度上都會覺得 高增長期有機會已經叫過去了 因為始終來說 雖然剛剛出的10月份 澳門博彩收入 都依然有個很強烈的增長 或者叫新高 但某程度上我覺得這些是一次性的 一個季節性的因素 完結之後 其實看到整個環球經濟的行風險的時候 都完全拖累了內地經濟 以澳門博彩來說 大部分收入現在都是來自內地居民 莫乘上內地的消費欲 或者經濟能力有個下滑的話 完全都會打擊澳門博彩的收入 所以暫時你為止 自己對整個澳門博彩的前景 中長線看 不敢看得太過樂觀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要產賣 或者要投資的朋友 先行以短線角度為主會好一點 更何況你一邊商 自己澳門方面也有公告過 之前曾經都說過 13年之前 整體澳門博彩的倒桌數目 不可以超過5500張 最近那邊的經濟財務財政司 出來重新多次 這個數目暫時不改變 但對此為止 整個澳門博彩倒桌收入 加上銀河方面的新度假村落城之後 再加上這幾百張的時候 其實已經增大到5310張 某場上再要上升的水位的確不大 所以某場上也意味著 澳門博彩的增長空間 可能慢慢都會見到飽和現象 所以如果你問我整個版法怎樣看 或者接下來要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選擇不是不可以選擇 但某場上的投資角度來看 暫時短線為主 至於你問到 是不是真的在那三隻選擇 還是選擇其他的話 我覺得如果真的在那三隻裡面選擇 我真的會選擇澳博為主 因為某場上雖然市值上有個相對兩隻比較訊息 但某場上以投資角度 或者市佔來計算 依然都是以澳博為首選 另外這三隻除外 其他選擇哪隻好 我相信仍然看到那隻顏魚27號 因為某場上也是 到川落城之後 其實都會見到不論市佔 或者整盤業績上看 都做得非常好 市佔更加攀升到第二位 所以我覺得慢慢甚至對澳博的威脅都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投資要選擇 選擇這兩隻會是整個版法最首選的兩隻 好 都提及880和27號 不如推介哪些買入價和指示位 先說880方面 的確整個走勢看 都會見到近期走勢都不錯 剛才也說到 承著剛才所說的一些染藍的因素 或者下星期出業職的利益支持之下 都叫做近期已經開始炒上了 今天來說股價更加突破50天線 所以如果接下來要去到上網的空間 或者短炒角度怎樣做 其實我會覺得短線來說 其實這些位置都已經可以叫入了 一定是15元邊 但只需要訂一些安全位置 因為始終來說 為何這些近年高位都會叫大家去追 因為我覺得始終這幾天上來 相對都有成交配合 意味著是有買盤推進升上去 所以短線應該都還有一陣走 所以我覺得15元邊這位置入的時候 先先可以叫上網回 大概如果拉上來 我會覺得看16至16.5元 相對來說 反覆下來 我會覺得穿50天線 先做指示 其實相對操作性問題不大 因為你見到澳博 自從大概8月開始 都叫做一直反覆穿完50天線之後 都升不上去 所以今次來說就突破了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先先用50天線 做短期的指示目標 不好 另外27號又怎樣看呢 如果27號方面的話 走勢上其實也是不錯的 甚至比澳博走得更好看 因為整個走勢都會知道 其實升穿了50天線都比較長的時間 現在來說更加可以判斷 都站得挺穩的 所以接下來我會覺得 如果真的要考慮的時候 其實這些價位也一樣 可以考慮 但問題是 短線始終累積升幅過大 我會覺得慢慢來說 可能上網空間不是太多 甚至如果以直播空間計算 可能剛才所說的澳博位置好一點 但如果這隻來看的話 如果你說這些價位 大概17元 17元 即是三毫多人 上了車的時候 才先上到什麼位置 我會覺得 定回這個20元邊 大概之前的高位 去做短期目標價 但相反也一樣 反覆我會覺得下來 穿上50天線 大概15.1 大概15.3這些價位 才行做指示離場 我會覺得這樣的操作 亦是可以去到選擇 但都一樣 始終兩隻都是以短線角度看 投資金額或註碼 都不宜過大 總結 暫時來說 在這麼波動的市況 最好都是建議短炒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仍然會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 記住有什麼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 或者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要再說一次 ASK at 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稍後再聊